這個題目,我是把它放在這個TQC題目裡面 主要是利用這個題目來跟各位做說明 這邊有一題是有關書籍管理 這個題目其實主要的用意就是 如何在MySQL裡面建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的名稱就是Library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MySQL裡面有沒有這個資料庫 有這個資料庫之後的話 你會需要建一個叫Book的一個資料表 那Book資料表裡面的話 還要放六個欄位的資料 包含一個ID、書名,好像是出版社吧 作者、詳細資料 還有一個什麼,ISBN 大概會有這些欄位 那當然這個題目裡面 已經有給我們一個SQL檔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SQL檔 直接把資料庫給建立起來 所以第一步,無論就是說你今天 這個PHP的動態網站 一定要先確定一下你的資料庫 有沒有建立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建立資料庫的話 後面的查詢系統 根本不能Run 所以特別注意 那利用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我講一般 一般性蠻通用的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會需要有 比如說查詢 查詢什麼 查詢書名 查詢作者 查詢出版社 那只要讓使用者填入一個關鍵字 按下查詢 它就可以幫你把資料先列出什麼 列出那個清單 先列清單 等到它點擊旁邊有個詳細資料之後 再進到詳細資料 它可以再什麼 再返回到查詢 又可以再查詢 利用類似像 這樣的概念 其實我講用途還蠻廣泛的 只要是你需要把資料列在那個網路上面 大概都會這樣做 另外的話 後面 我們會再慢慢改 改成什麼 如果今天 這是一隻手機 如果說今天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模式 改在一個手機的APP上面完成的話 那以後的話就一個APP 本身就是一個圖書的查詢系統 那這樣的話呢 大概會更方便 為什麼 因為你不可能說叫使用者去打一個網址 因為你會發現在手機裡面 連結到某個網站 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打網址 那個字那麼小慢慢打 我想應該不能到 頂多是有QR Code 不過QR Code連進去字還是太小了 所以一般會希望說 有一個對應的那個手機的版本 那現在當然一般廠商要不就這樣 把網站做成 用那個JQuery Mobile 做成圖大大的 像各位應該都有那個使用習慣吧 有一些網站一進去 它會自動幫你跳出什麼 手機板 如果你是用手機瀏覽器的話 像那個什麼 那個小惡魔網站 Mobile01 不就是這樣對不對 它會自動把字什麼 幫你調整 那後面的技術大部分都是用JQuery 用JQuery去幫你把那個版面 自動調整小一點 讓使用者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再不然的話呢 就是 你就直接把它包成一個 一個APP 就是一個手機的 它可以安裝 裝上去之後 就是比如說某一家 這個書局的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是成品的 不知道成品自己有沒有做查詢系統 如果有的話 那你可以把成品的這個APP 給下載在你的手機 那以後你要找書的話 不就是可以這樣 那原則上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那個 查詢的APP的話 查詢圖書的APP 類似像這種 查詢什麼東西的APP的話 它的背後 一定 需要 類似像PHP 加一個MySQL 那前端的話 需要 用類似像JQuery Mobile 這樣的技術 才有辦法實現 所以目前 這變成說呢 你要跨好幾種技術 才有辦法完成 所以為什麼我們前面會先講PHP加MySQL 因為如果你不懂這些的話 你會做前面的畫面 後面沒有做 那也沒辦法把資料丟過來啊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這兩者 要都學會 才有辦法做到 不過一般公司 有些可能會分工 可能前端會有 前端的設計人員 後端會有後端的設計人員 但是慢慢的 這兩者之間要合併 當然最好是 找一個 完全都懂得最好 而且這種東西我想需求很大 那 所以 第一個 還是要先把PHP加MySQL 先建立起來 之後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改寫 所以 之後的部分的課程 請各位就是要先了解一下 如何用Junweaver吧 Junweaver本身 它有支援HDML5 不過Junweaver一定要是6.0以後的版本 才有支援JQuery Mobile 這樣的技術 如果你較早期的版本也沒有 那如果做一個手機的畫面 那也許我們 從下禮拜開始吧 反正這個資料庫 大概講得差不多了